我沒有吃這麼小啦 嘿 我千千啦 要記得按讚還有按訂閱 順便介紹給你所有的朋友喔 原諒我姐也幸福 幾乎總愛只有 大家好 我是美食水里千千 對 我們現在在高鐵 高鐵的哪裡 嘉義的高鐵站 要來幹什麼呢 我們今天要來拍一個 我個人從去年 原本就要拍的一個企劃 但由於呢 去年要拍這個企劃的時候呢 天氣就開始轉冷了 所以我們就一直 一直的等到2023年的夏天 每當夏天火吹著溫暖的風 我們今天來嘉義呢 就是要來拍嘉義涼麵 因為夏天就是要吃涼麵 因為嘉義涼麵 跟你想像中的不一樣 因為它上面會淋了一個白白的醬 美乃 啊不是 我們不能講美乃滋 欸 它上面會淋著一層白白的醬 背醬 這就是我熱愛嘉義涼麵的原因 所以我們今天呢 要來做一個嘉義涼麵的巡禮 那我們就一生你GO 嘉義涼麵 首先第一間 當然就是要先去我本人的最愛 順便跟大家說一下 嘉義的涼麵呢 非常的多間 有名的涼麵我覺得滿特別的 是他們每一個配菜都不太一樣 可能我今天吃某一間 它就是配涼麵 我今天吃某一間 它是配蚵蕉 或是某一間涼麵 它是配四味果汁 哎呀 是不是講太多了 影片還沒看完就大概知道 我今天要吃哪幾家 好 那首先呢 我們現在已經看到這 這間國小旁邊 應該就知道我們今天第一間要吃什麼了吧 好 走 涼麵特輯在這種這麼熱的天氣展開 真的是太優秀了 喔喔 有開有開有開 就是它就是它 從文字路面 我本人的愛 哈囉 第一間來到我個人就是 在我內心中嘉義最喜歡的 嘉義奶風球文字路面 我很喜歡這一間的原因呢 除了它的那個醬跟北醋的比例 是我最喜歡之外 它的配菜非常豐富 因為我很喜歡嘉義很多火車要飯店 都會有涼菜 然後我也很喜歡它的梗 它還是那種輕一點一點的那種 然後涼麵的話 我喜歡加它的這個 辣油 欸 我一定要先講一下 旁邊有邱惠哲的簽名 它之所以會簽在我的正下方 是因為它說 千千愛 呱吉愛 我想說 什麼東西 天生還是必須要有嘉義的涼麵 尤其是今天這麼的熱 然後它旁邊是從文國小 其實我一開始會知道這件事 因為我是有以前 我都在這裡讀書 然後他就一直說 他家裡涼麵其實最常吃的是那個 中文筋路面 是我們那時候平常會來吃的一間 他說一吃就 喔 這間就是完全長在我的洗頭上的一間 他這間 我在想說他廚師裡面其實也有加醋 雖然他喝起來… 他吃起來除了他的那個麻醬的味道 很濃郁很香之外 他的白抽 然後跟帶有一點點酸味 就是融合得剛剛好 我們加它之後超好吃耶 請大家來點他的涼菜的時候 請務必一定要點他的茄子 欸 我不知道為什麼 加一個涼菜的茄子都很厲害 就是它裹起來都不會够厚 然後又很好吃 它這個豆漿好吃 怎麼這麼好吃 這紅子老闆 欸 有沒有家裡的朋友可以跟我說 為什麼家裡這麼多好吃的涼菜啊 因為純文筋路面的涼菜真的超級好吃 還有另外一間 我也覺得涼菜做得很厲害 是那個林蔥米沙菇魚種 他們的涼菜超好吃 我覺得純文筋路面的涼菜 屁肢也非常的穩定 因為我每次來的我就會覺得很好吃 你看茄子這麼漂亮 這到底是怎麼煮的啊 我記得家裡有煮過這種茄子 它不是用水燙鍋就會長這樣對不對 上一次純文筋路面有到台北白灘 真的非常感謝他們 而且你知道 上一次很多台北的人 特別是那個市集買完之後跟我說太好吃 很多人還私訊我說 真的他們第一次吃家裡怎麼也被嚇到 我想說 我的觀眾都跟我們一樣苦瓜耶 好喜歡喔 它的苦瓜汁很多耶 再來就是它的根了 欸 我跟你講 如果你本身是重口味的人 這個根可能不會長在你的喜好上 白菜的點直接就是給你一個種子 但是它的味道不是像很兇的味那一種 所以你在吃的時候 你不會覺得負擔感很重 大家來真的可以吃吃飯 我也是喜歡吃情形的那種 我口味最近好像稍微變得比較淡一點點 我最近好像忠心很有感 吃完了 我覺得它的那個麻將的香氣很濃郁 但是呢 它吃起來它的蒜味跟它的那個 肥辣搭在一起是完全剛好 所以它吃起來其實很清爽 所以我還滿推薦大家來可以試試看 然後我覺得它最佳配的 就是一定要點它的兩菜 那冬天的話就可以吃它的羹 因為我很喜歡它的羹 是因為它的羹很清甜 或是因為太胖了 我只要一激動我就會一直動 然後呢我們後製就會去說 你不要再放在桌子上啊 因為我們妹妹一講一激動的時候 鏡頭就會一直望 反正我覺得大家來真的是可以試試看 OK 接下來今天是我們記得的蓮麵 然後我點了他們的標配 但是我們上很多人推薦的皮蛋豆腐跟它的良緣 然後這間它比較不一樣 是它這間的中華是比較有文青的風格 它之前有重新裝好的 它一樣也是肥醜 然後扁麵 四樓麵 就是要迅速的比較拉攤 就是要吃一點點 吃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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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味很濃郁耶 我其實喜歡蒜味很重的 然後它麻醬味算是比較濃一點點 它北朝的味道有沒有感覺 沒有那麼的很重 我自己吃覺得滿喜歡的 每一間兩麵的標配基本上都不太一樣 夾一點兩麵 但主要都是皮蛋豆腐然後上面淋白 像這一間的話 是它還有賣一些剉餅之類的 就是夏季限定的 但它的那個麻醬的那個顆粒感比較明顯一點點 它蒜味超重的 這是吃完不太多 魚腿的牛 我來吃一下這個標配 皮蛋豆腐 你們皮蛋豆腐不是會把它攪爛的嗎 好 欸我第一次再加一隻兩元 我之前來吃這一間的時候也沒有點過兩元 看一下它這個兩元 它跟那個北京餃的內性有點像耶 它是豬肉加豆腐 然後外面一樣也是淋上一層白粥 它的內性調味常沒有到非常的重 然後裡面是用豆腐去增加它的口感 它的香油膏本身是帶有一點點甜味的 跟北京餃在一起 我其實都蠻建議大家如果要吃的話可以加辣 因為它的味道就會有一個比較突出的點 然後它的皮的話是Q軟 因為我覺得它的皮吃起來 個人口味來說 我覺得有一點點鹼味 我忘記涼麵的皮口 那應該比較重一點點 但它的涼麵的麻醬香 是比較厚實的那種 它的蒜味比較濃 所以如果大家想吃蒜的話可以再試試看 我來吃一口 看這間店面是乾乾淨淨的 而且有內用餐具的加分 我的外帶餐具在這 妳會不會被理不見 沒有吃這個調料 因為我們三點之中就是有碗蛋 對 蒜桶可以自己加好 好 謝謝 然後正常吃都沒有這樣 好 來 我們現在外帶 因為他們現在三點過後呢 是不能內用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自配一個碗 然後來外帶 我們現在回車上吃 我覺得我端著一個碗 這樣看起來滿幽默的 好 終於買到了這間公園涼麵 然後這間其實我之前吃過 它是在嘉義40年的老店 它換過一次地址 我之前吃的時候它還在老店 這是我們嘉義陳老師很愛的一間那個 嘉義式的涼麵 然後這一間的話 它可以選你要寬麵還是細麵 但你知道嘉義涼麵 最基本的就是什麼 扁麵啦 所以我就點了它這種寬的扁麵 它其實有一個標配是點它的涼麵 然後再加它的肉跟湯 但是我剛剛很不巧 它已經賣完了 然後蒜跟辣醬是可以自己加 但它們原本是沒有的 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加這樣子 很香 我要拉囉 我跟你講就是要趕快拉它 因為麻醬這種東西 你不可以把它放太久 它放太久 你就是 對 你就弄順 啊 公園涼麵它是屬於它的麻醬香氣比較多 但是它不是種濃郁的麻醬香氣 入口的時候麻醬香 然後一點點那個北酬下去做搭配 它是屬於比較清爽派但是麻醬比較突出的那一種 吃屁嘴啊 算加得多太舒服啊 吃完了 這間公園涼麵 然後我覺得它的麻醬香氣的味道是夠 然後香 但是又沒有濃到很厚重的感覺 跟北酬搭在一起剛剛好 然後它算是麻醬突出於北酬比較多一點點的 但不是厚重heavy的 它的標配的話就是肉跟湯 所以大家如果來有機會的話 可以吃吃看它的肉跟湯 但我還沒有喝過 下次見 尋找涼麵的路上有我和你 我們現在要來去吃 自味果汁 好 我要一個 一份涼麵大的 然後一個皮蛋豆腐跟一杯四味的果汁 果汁要大中小 小杯的就中杯的好了 中杯一杯嘛 謝謝 好 加熊路橋下的涼麵跟四味果汁 但我們今天吃的是文化露店 然後它外面有個糖幫寫說是 加熊路橋下的原版人馬 我不知道就是過程中有什麼 有什麼 對 但是我查了一下網路就是 我想說 欸來吃吃看的一家 四味果汁 就是清爽 不知道大家比較喜歡四味還是三味 有沒有加一個朋友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來加一下它的辣醬 因為我本身是一個非常的熱愛辣醬 就是我自己覺得吃涼麵 我自己很喜歡搭 就是蒜要多 然後辣醬要多 紮實耶這個 這間的話它是屬於它的麻醬味跟它的那個北朝的味道算是滿平均的 它沒有一個比較一個突出的點就是都差不多的那個味道 剛剛加到辣醬之後辣醬就變得比較突出 然後吃起來香氣大概是這樣 它的蒜味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然後它麵條那邊偏軟一點點的 但是還是有口感 然後它的醬料比較水一點點 就是剛剛黃金好像蒜桿很重 然後又不太涼 可以啊 對 我要千千 千千 小師爺千千 那有在妳的 中文就留在那裡 欸 有給我追蹤跟訂閱嗎 我沒有訂閱 啊 妳知道耶 這樣不行啦 那妳那個十二十萬那個金濃米的 吃完我們的文化露的那個涼麵跟四味果汁 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我現在上不來 先跟大家分享喔 我吃完新的就是我覺得它跟我當初在那個 那個拍吃透透的時候 那時候的味道一樣 然後是屬於味道比較 比較重口味的嘉義涼麵 麻醬香跟北酬是合在一起的 它其實沒有一個比較突出的味道 但是是比較重口味 加辣之後我覺得就變得很好吃 所以我覺得它味道跟我原本 原本印象中的一樣 對 大概就是這樣 那我的筷子又出現了 這一間是黑人涼麵 我點了滿多的 它這間的配菜比較特別是 這一間是有寄貴的 這樣先好 老闆是不是夏天沒有寄貴 以前是那個清明鐵就收了 因為清明鐵還涼涼的 就賣到那個差不多端午節 最後就收了 然後如果是夏天的話 你就可以點它的那個涼元 它這邊還有那個麥茶可以配 它是戶外的座位 哇 它這個 它的醬汁是很好打開的那種 這個是甜米糕 甜米糕 好 看起來很好吃 這是蚵爹跟那個豆腐 喔 豆腐卷 謝謝 它也是買一個比較重 但是它沒有好像真的那麼的重 然後 我很喜歡它的醬料的濃稠程度 你看 它這種濃稠程度啊 它非常酥酥酥 刷一口你就可以吃下去了 然後它也不會到太稠 可是它的醬汁又有巴著這個麵條 我覺得非常的剛好耶 然後因為我蒜頭加比較多 所以它的那個蒜尼的香味很多 就看你個人喜歡哪一種味道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偏清爽的 吃那個涼麵吃得怎麼樣 好吃 好吃 嗯 很香 我們來吃它的涼元 它這個涼元一樣有北醜 然後這是它的那個側面 跟黃劑也不一樣 黃劑是Q彈 這個是Q軟 內餡其實差不多 來吃一下這個炸的 這甜米糕看起來超好吃的 你看 它也要吃那種 米的那個香味跟那種甜甜的味道整個上來 然後它這個不是那種很黏的那一種 它是咬起來剛剛好 然後外面又炸的酥的很剛好 你看 咬起來很香耶 嗯 喜歡 而且它又不是那種 因為有些甜米糕很死甜 裡面又很黏 這個是剛剛好的那一種 這個我快再來個兩份 你要吃一個最後嗎 你有吃到米嗎 吃得不錯 又不會太黑餅 嗯 有點像年糕 但是它有沒有年糕那麼Q 我覺得很棒 嗯 來吃吃看奇怪 蚵仔 生為一個彰化人 貝骨 你看它的蚵仔 它的酥脆程度非常剛好 然後裡面只有放高麗下咬下去 是有帶汁的那一種 而且它的蚵仔 它不是只有蚵仔 單純蚵仔 它裡面還有那個豬肉 如果你是害怕吃蚵仔的人可以吃 因為我周邊其實蠻多人知道我只會點蚵仔 是因為它怕蚵仔的味道 這個反而其實蚵仔的味道比較會重 所以如果你蚵仔的標準來吃它的話 你可能會覺得好像就是那個鮮味好像有點不太夠 但如果你是怕蚵仔那種鮮味的話 你就可以吃這個 這個是老闆剛剛在炸 我實在太好奇了 所以我就點了 它叫豆腐餃 它一樣是蚵仔的那個內餡 但是它外面是豆腐包起來的 來沾一下 這個好神奇喔 吃了一個那個豆腐的香味 它外面是豆腐 所以我比較喜歡這種炸物耶 但是它如果是用這種豆腐包起來啊 它吃起來其實比較清爽 這個油膩感比較沒有那麼的重 很神奇 豆腐加上去炸不是會覺得硬邦邦嗎 但它不是 它是酥的 我的最後一個甜蜜糕 吃完了我們的黑人涼麵 我覺得它的涼麵都有來說就是標準值 然後我推薦大家一定要點它的甜米糕 然後蚵仔我覺得大家可以看個人喜不喜歡那個 如果你怕那個蚵仔很鮮的味道 我覺得你可以試試看 OK 下一件 來囉 我們終於買到我們的HELLO HELLO 你好嗎 HELLO它現在呢 只有外帶沒有內用 有點小可惜 然後我自從會講這件事 其實我自從知道這間店之後 我從去年不是就一直要拍這個 這個涼麵的巡禮嗎 在這之前就一直很想要去吃吃看 我跟你說 它Google上的營業時間呢 不要太相信 因為它賣完就沒了 所以它營業時間就是僅供參考 好 我來先加它的醬料了 很好吃耶 它算是屬於那一種麻將味比較重一點點 然後北酬味道有點像是輔助 滿香的 我會喜歡北酬的味道再多一點點 但我覺得這個味道已經算還滿OK了 然後我有朋友去吃過這間嘉義在地的朋友 因為我們有一個群組是嘉義復仇者聯盟 你知道嗎 之前我好像有提過這個復仇者聯盟 就很多人質詢問我說 今天我可以加入那個群組嗎 比較認真耶 那個群組算是我的嘉義在地友人群 它都是三個啦 所以我剛剛吃不習慣嘉義的北酬 兩邊可以來試試看這間 這間算是比較 接受度應該會比較高一點點 我這邊麵條好稀的程度跟黑人跟色的果汁差不多 我喜歡這種會巴住 但是又不會太稠也不會太水的 吃完了 我覺得滿好吃的耶 滿喜歡的 但它配上是皮蛋豆腐 因為是外帶我就沒有點它了 稍微會覺得有點小空虛這樣子 有點好像應該要再吃一點什麼的那一種 我們這一次嘉義涼麵的企劃 終於全部都吃完了 真是一個非常快樂的企劃 然後不知道大家這樣子看下來之後 有沒有哪一間看起來最符合你的口味呢 因為像我個人覺得 就是以重口味到蛋口味的排序的話 我應該會覺得四味果汁 然後皇忌 跟黑人 然後再來重溫幾乳麵 公圓 但這不一定是它的那個口味上 因為它其實每一間 它其實在北酬跟麻醬的調配上面都有所不同 所以不知道大家看一下有沒有最喜歡哪一間呢 那我整個吃下我個人還是最喜歡重溫幾乳麵 主要是因為我覺得它的醬汁調配上 是最符合我個人的胃口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我很喜歡它店裡面有涼菜 因為我覺得家裡真的必點是涼菜 然後再來的話它還有羹可以點 綜合評估下來我個人最喜歡的就是重溫幾乳麵 重點是夏天還有冷氣啦 然後我只能說這種類型算是要看個人的口味 它其實跟火雞肉飯一樣 就是你問每個人 每個人都會有一些自己心目中 最常吃或是最喜歡的都不一樣 欸對 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覺得很有趣 因為我這次拍攝呢 不管進去哪間店 如果老闆有認出我的話 他都會說 那你不是最喜歡重溫幾乳麵嗎 我的瞬間就是 欸我尷尬 但這都是個人口味 所以大家還是要去尋找 你最喜歡的是哪一個口味 然後如果你有很推薦的家裡 兩面店我沒有吃到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 非常感謝大家看完我的影片 就先這樣 掰掰 那我就先走了 掰掰 輕輕的 我就離開你 不要把我的淚 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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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丟臉了 丟臉